嗨,大家好,我是圆圆姐 今天我们的课程终于来到了面试这个部分 面试这个部分是整个环节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我分了两节课来讲 今天这节课主要集中在面试之前怎么做准备 群面要点和单面要点这三个方面 群面大家已经知道了 它是一个联合评估的过程 单面就是单独评估的过程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三个部分 首先在面试之前应该怎么做准备 你知道我在菲尼莫署上已经面过很多很多的选手了 我发现有太多选手根本就不知道面试是怎么回事 面试就是你跟老板谈一谈 看看你是不是和他的公司和他给你的工作职位 对吗 这个大家都同意 但是呢你经常会看到 有一些人在面试过程当中 表现出他对人家公司一无所知的样子 然后到最后一个环节主持人就喜欢问说 你还有什么问题需要问吗 然后这个人就会问现场的一个他的目标企业 说啊你们公司是干什么的 然后这个公司的老板一般情况下到下一轮就会给他灭灯了 所以你在面试之前一定要有好的准备 你在临场的发挥跟你平时的思维清晰程度和表达能力有关系 但是跟你的准备有更大的关系 在非你莫属那个舞台上起码就是你只要在事前做好准备 几乎不可能拿不到工作 你只要在事前有所准备 对你的目标企业有充分的了解 一般情况下你的目标企业都会给你留灯的 就这就是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想要就是最快的拿到一份工作的方法 可能不需要你去提高你的整体外在形象 也不需要提高你的表达能力 你只要做到我说的这一点就能增大你成功的概率 但很多人并不这么做 你可以看到好些人说我自己已经等了好几年来上这个节目 然后我真的很喜欢你们家的工作 但是他一无所知 所以最好对整个面试做充足的准备 越是你的目标企业 你的准备就要越充分 这样你在面试的时候 整个自信的感觉就会在无形当中透露出来 有助于你去把控现场 不会说让现场失控一直都被牵着走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需要做什么准备 第一还是那句话 熟悉公司的行业产品竞争对手和文化 怎么了解呢 可以通过公司的官网 还可以在天眼茶上去查到公司的竞争对手 我之前就曾经面试一个候选人 我问他就是你对我们公司有没有了解 结果对方就以为我们公司是写小说的 对我们公司的课程是一问三不知 那对这样的一个选手 我单独面他的时候还不觉得有什么 但是我已经面过很多个了 我知道就有些选手 他对我们公司的产品是非常了解的 那你说我要谁 所以即便是你特别能说会道 我也不会要那个对我们公司一点了解都没有的人 这是我们说的做准备的第一项 就是去熟悉公司的行业产品竞争对手和文化 第二项呢就是准备好岗位的相关问题 包括在目标的岗位上 过去你都做了什么事情是怎么做到的 包括净品有哪些净品都在做什么 包括目标岗位上存在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包括如果自己入职的话会做哪些事情 当面试官问你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对这个岗位的了解跟规划 会让他觉得你是个主动性很强的人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哎呀元姐 我说了就是我对未来的这个岗位的规划 但是其实说的并不对 怎么办 其实没有关系的 至少体现了你愿意去了解跟思考问题 你已经比80%的这个候选人做的都好了 因为这种主动性在职场上是十分加分的 这是这个第二个准备 就是准备好岗位相关的问题 还有第三 在岗位要求跟自我经历之间去做匹配 比如说以我们公司的一个岗位 叫社群运营为例 对吧 我的需求是什么呢 新媒体的社群运营岗位 负责微信群的建立运维 提高社群的活跃度 对吧 那么他匹配的你的过去经历 就是你曾经跟进了多少个用户社群的运营 然后用户的活跃度从多少提升到了多少 这个就是一个严格匹配的过程 这样的话就会让我觉得 你就是我所寻找的人 做这个表并不是说你要在面试的环节 给到面试官啊 而是让你自己对自己和这个岗位的适配度 做到心理有数 整理的过程也是了解自己的过程嘛 所以这是第三项准备 就是去准备一下岗位要求 跟自我经历之间的匹配度 然后第四呢 就是事前做模拟面试 有时间的话最好是模拟一下 让你的朋友对你的面试表现做个反馈 对吧 因为每个人对自己呢 都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的 心理学家就指出说 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看到的自己 比真实的自己至少漂亮百分之三十 其实好多人都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面试失败了 他会觉得怎么回事 这个面试官是不是针对我 或者说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份工作 但实际上就是你在面试当中的失误导致的 比如说在非你摸鼠上 好多选手啊 他其实在整个面试过程当中的失误很多 比如说他在回答某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撒谎了 或者是他的整个表现过于不自信 等等就这些都会影响到他面试的结果 但这些问题你自己感觉不出来 你自己只会含糊的去总结一个什么 我这个人可能不太适合这份工作呀 我性格不太好啊 但这样的总结对你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用 所以最好是让别人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面试前的准备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下群面的问题 对于校舟的同学而言 群面或者说无领导小组面试几乎是必须要经历的 我之前就群面过一次 而且我在那个群面当中表现得非常好 那是因为我太知道就是群面的院士官 他们到底要的东西是什么了 其实如果你想要进500强的话啊 500强几乎都是要群面的 500强的这个群面的通过率大概只有15.7% 也就是说10个人当中近一到两个人 甚至有些大厂 也就是说大公司经常会传出那种团灭的消息 就是我都不要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企业的群面淘汰率 其中阿里的淘汰率是80% 也就是说五个人当中有四个人会被淘汰 最早的群面来源于军官考核 考核的重点呢集中在组织能力 思维能力表达能力 合作精神团队意识和时间观念等 然后现在的群面呢大概也是考察这些要点 我在网上找到的某家公司的群面积分考核点 大概是这样的 大家看逻辑能力占30% 沟通能力呢占25%对吧 然后每一个能力都有一个百分比 不过这个表格会根据你的岗位去调整 如果你应聘的是一个销售岗的话 那么沟通能力的权重可能会更高 反正呢 群面可以考察你的点是更多的 而且在整个联合评估的过程当中 一个面试官看到那么多候选人在一起 他更能够通过横向比较 然后去确定自己所需要的特质是什么 那么在这些特质上 哪个候选人表现得更好 所以他其实判断会更加理性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很有可能就因为联合评估 比较过程当中就被淘汰了 你在核心能力上 如果不比别人强的话 确实你的胜算率会很低 对吧 那在这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按照各个流程 一步一步应该怎么做 去提高大家的胜算率 总体上的流程是这样的 代考入场 个人陈述 小组讨论 总结陈词 退场 不要以为代考的时候 你只要呆呆地坐在那就行 如果你这么高冷的话 你可能在一开始就输了 你应该在代考环节 就跟同组的人熟悉起来 至少记住对方的名字 在曲面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一旦你在开始面试之前 跟你们小组的某个人有过交谈 而且对方不讨厌你 那么在案例讨论的时候 他就很有可能对你 就是展示出这个亲和性 他就更有可能去支持你的观点 或者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他主动提起你的名字 跟观点的可能性会变大 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无形的加深 面试官对你的印象 你更有可能拿到offer 而且呢 在面试之前 组员之间相互认识 曲面的过程当中的那个 拘束感跟紧张感会下降 更有助于你去正常发挥 而且你们整个团队 就会表现出一种 比较融洽的氛围 这样的话 整组的通过率也会提高 因为大家不要总觉得说 我一定得比其他的组员 表现的都好 你们要PK的并不一定是 自己的组员 更多的其实是 其他组的成员 入场的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秩序 不要乱就好 做定以后就开始 做个人陈述了 对吧 这个环节呢 主要就是做一个自我介绍 然后在同样的时间内 然后去表达出 自己的优点跟特点就好了 注意不要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 别人都说一分钟 只有你说三分钟 这样会让面试官觉得 你的团队合作精神 是比较弱的 那在这个环节呢 除了你自己做自我介绍之外 那别人不是也做自我介绍吗 那你可以在这个环节 去记住你队友的编号 名字 还有他们的专业 在后面的案例讨论的时候 可能会用得上 自我介绍完了之后呢 就进入了这个曲面的重头戏了 这个重头戏就是案例分析 很多同学每次到这个环节 就会特别害怕 我当时也特别害怕 我去面试的时候 我记得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案例呀 就是让我们去分析一下 然后现在的市场环境 然后最后整个小组 做一个总结陈词 然后我就特别紧张 我在想就是 我能不能拿到这个 总结陈词的机会 能拿到的话 我肯定胜算更高嘛 然后如果拿不到的话 我应该怎么办 才能够就是逆转这个状况 就是能够让自己 还是被入选 所以这个环节特别特别紧张 但有些时候呢 就是每个人都要发言 发完言之后 还要接受别人的打分 发挥不好的话 随时会被刷掉 你要知道 有很多人本来就是天生内向的 其实他在这样的面试当中 不沾光 因为他的表达能力 可能没有那么强 尤其是那种及时组织语言 然后去表达的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学会 在这个环节的套路 然后把握好 我接下来说的这几点 你的通过率 就会大大的提高 第一就是呢 要记住你们是来解决问题的 不是来掐架的 在群面的过程当中 你跟小组里的其他同学 在是竞争对手的前提之下 你们是合作伙伴 这一点特别重要 因为群面嘛 面试官就是想看看 就是你以后 在工作当中的状态是什么 你能不能跟其他的小伙伴 进行协调的工作 所以大家要集中力量 去解决一个问题 我们最高的目标 就是一起把任务完成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把其他同学 当竞争对手的话 就会显得 好像你只关注自己一样 没有合作的意识 跟大局观 要是一不小心 跟别人撕起来了 你根本就没有机会 进入下一轮 就是整个团 团灭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 记住你的使命 如果小伙伴们 就是开始争吵的话 你甚至可以提醒大家 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是解决问题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要积极发言 但是绝对不要讲废话 如果你一言不发的话 肯定是进不了的 但如果为了说而说 就会导致你讲出来的东西 混乱不切题 然后啰嗦 同样也会被刷掉 反正要记住一点 就是你必须有所贡献 在短短的半小时当中 每个人都需要输出自己的观点 所以时间很宝贵 一定要保证 自己的发言是条理清晰的 简洁到位的 如果你实在没有什么 建设性的观点 你总结不出来 也没有关系 学着去支持别人 正确的想法 或者对别人的建议 去做补充 不要觉得这样 是在给对手送分 一旦你这么做了的话 其实面试官 会对你有一个 很好的印象的 就这个人 他会对正确的观点 去表示支持 而不是一味的凸显 自己去反对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 积极发言 但是不要讲废话 第三点呢 就是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 在小组讨论当中 一般有下面这些角色 包括leader 是领导者 他是那个制定框架的 和修正框架的人 还有timekeeper 就是进程控制者 我当时面试成功 就是因为 我做了这个timekeeper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记录和总结者 以及member 小组成员 其中leader呢 就是整个面试过程当中 最引人注意的 一个角色嘛 所以很多同学 都会去抢这个职位 但实际上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因为首先 你不一定适合这个职位 如果不适合的话 然后你又拿到了这个职位 最终的结果就是 你的弱点 会在整个过程当中 暴露无遗 你这是挖坑给自己跳 当然也有可能 你很适合 对吧 然后你就去跟对方抢 结果你抢赢了 其实也不会给面试官 留下什么好的印象 所以表达自己 想要做leader的主动性 但是呢 如果发生了争夺的情况 要适时的告诉自己 有理由的退出 绝对不要一直去争下去 这是我们说leader的 这个角色 那这几个角色 其实都有适合他的人选 对吧 因为这几个角色 各有特点 我们给大家 整理了一个表格 大家来看一下 leader 他的这个角色是什么 职责是什么 要求是什么 评价是什么 他的这个难度系数是什么 所以我当时呢 在全面过程当中 没有当成这个leader 我当时呢 就是表达了一下 就是我来主持整个流程 对吧 我来安排大家 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 但是我们组有个女生 她就非要 然后去抢这个角色 我当时明确的表达出说 我适合做这个角色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想做的话 那我来配合你也可以 然后呢 结果他就当了这个leader 那他当了leader之后 我就成为了第二个角色 叫timekeeper 然后我就引导大家 去有秩序的讨论 把握节奏 并且控制时间 而且这个控制时间的这个动作呢 就受到了当时面试官的现场的好评 这我跟大家说 其实每个角色都很重要 然后你要去匹配这个角色的要求 因为在整个公司当中 不只是需要领导者 你知道吗 大家最怕的就是谁都想领导 然后在这个出入职场的时候 学会去配合和找到自己的角色 是很重要的 这是我们说各个角色的特点和要求 然后接下来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在群面的时候 一般就是案例考察的类型是什么 包括什么呢 开放性话题 就是我当时得到的题目是 你认为现在的 某一个快销品市场是怎么样的 这个话题其实是开放的 就是没有人有标准答案 对吧 还有你认为什么样的领导是好领导 对吧 还有你认为说 如果公司在市场上受到竞品 然后或者是促销等方面的冲击 你应该怎么办 这些都是开放性话题 只要表现出你的这个思考 跟逻辑就好了 第二呢 就是两难问题 能力跟机遇之间你选什么 闷宝跟道德之间你应该怎么选 第三就是排序问题 对吧 荒岛求生你应该带什么东西去 然后只能带三件 对吧 还有海上救援 应该先救谁等等 第四呢 就是操作性问题 操作性问题呢 一般会给你一个情景或者话题 让大家去讨论一下 呃 就是怎么样可以给出一个比较合适的产品的宣传推广方案等等 也就是说让你去想怎么做 让你去做决策和给方案 这是操作性问题 还有资源争夺性问题 比如说现在有一笔资金可以用于新游戏的开发 但是九个申请部门当中 只有三个可以获得这个款项 你会分别给哪三个部门 答题思路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面试官而言 其实还是我说的不是说你能给一个完美的答案 如果你能给的话 那么公司那么多人都不要上班了 那么多前辈啊 他们的工作经验难道一文不值吗 其实不是的 然后你没有那样的工作经验 所以给不出完美的答案是很正常的 只是说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啊 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抓住解决问题的原理和逻辑 所以在平时的时候呢 要多掌握几个分析问题的模型 比如说SWAT分析法波特武力模型和这个科特勒德斯P模型等等 这些我们在后面会发给大家 案例分析的技能呢 只能说在平时的时候多锻炼 多分析几个案例 然后你就知道怎么去分析问题了 这是我们说的案例类型和应对方法 全面当中呢 还会出现一些特别特别令人为难的时候 就是这个面试官给你提出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当时也遇到了 就是在全面的时候 HR特别喜欢问 说如果让你淘汰你们小组的一个人 你选谁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其实考官想要考的是你的决断力和分析能力 对吧 你到了工作岗位上 然后有一些人他做的不好 你连说出来的勇气都没有 那么他就会觉得 你这个人好像不是很有能力 对吧 所以对这个问题呢 大家千万不要回答说 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好呀 这不是你在生活当中交朋友 对吧 或者有些人喜欢说 我觉得应该淘汰我自己 那你真的很有可能被淘汰 因为这些答案不是HR想要的 对于这个问题呢 你可以从整场的面试的 这个各个人的表现 跟候选人他本身的特点跟专业去出发 比如你可以这样说 我觉得某某某可能需要被淘汰 因为他不太适合市场专员这个岗位 在小组讨论当中 我可以看到说 他是一个比较理性跟严谨的人 他性格符合他自己的专业 就是财务管理 所以我认为可能从事财务方面的工作 更适合他 这样一个答案就有理有据 肯定会得高分的 除了HR的奇葩问题以外呢 你还有可能会遇到奇葩队友 对吗 如果遇到私企来的奇葩队友 你一定要记住 你们是一个团队 你们的目标是 保证案例能有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炒赢对方 所以一旦发生争执 你可以说 我仍然保留我的看法 但时间有限 我们可以先听一下其他组员的观点 也很有可能 就说你看到案例的时候的 第一眼是蒙的状态 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下手 对吧 为了防止这个情况发生的 首先我们刚刚讲了 就是在平时应该多准备几个案例 多收集几个解决问题的模型 但是如果真的 到了那一步了 想不出来了 一定要学会随进一遍 比如说 可以不要第一个讲 把前面几个人的意见收集起来之后 去做个总结 再比如说 去适当的支持别人的想法做补充 这个我们也说过了 再比如说 对其中有分歧的意见 比如说小A跟小B 他们讲了两个点子 然后这两个点子完全是冲突的 你要指出这个冲突的关键点 然后去消除分歧 把它变成一个合理的方案 这样也行 第四呢 就是争取成为那个掐点的人 就是我不一定表达意见 但是呢 我会把握好节奏 然后呢 告诉小组的成员说 这两个点已经充分的讨论了 我们可以进行下一个问题的讨论了 就适当的进行小结 并且引领到下一步 这是我们说 就是你真的 对于这个案例 一点想法都没有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去随进一遍 然后等整个案例分析结束以后呢 就是到了这个总结 陈词的阶段了 对于这个阶段呢 一般是由小组成员 去推举做报告的人 如果你的笔记 重点突出逻辑清洗 并且你自己有信心 你是可以毛随自荐的 如果你没有把握 对吧 没信心 你也可以就是 留意一下 就是做总结的同学 有没有什么点漏掉了 等他做完报告以后 顺势的把要点补上 这样HR对你也会有一个好印象 这是我们跟大家说 在群面当中会遇到的问题 关于群面 咱们就讲到这了 那接下来呢 就到了 大家每个人必然会经历的 另外一个环节 叫单面 对吧 群面过后 一般就是进入单面的过程 有的时候没有群面 直接单面 单面的话 一般先进HR 然后是部门的业务总监 也就是说你未来的直属领导 最后有可能的话 公司的负责人会面试你 我们先来看HR面试 在这个环节 HR要重点考核的是 你的基本专业知识 跟这个岗位的匹配度 然后以及你这个人 你的价值观 跟企业的价值文化 是不是匹配 所以在这个环节呢 要重点的去突出 自己过往相关的工作经历 专业证书跟培训经历等等 不要在这个环节跟这个HR 讲太多 只有专业人士才懂得术语 这样会让他觉得 你在刻意的卖弄 难以沟通 回答问题的时候呢 注意逻辑清晰 不要出现跟这个简历上 相冲突的事情 表现出跟企业相符的 价值观就可以了 比如说四大面试的时候 要强调自己的团队合作精神 对吧 面试我们公司就一定要强调 自己的创业精神 然后自己敢在第一线 去拼的那种精神 注意呢 不要表现出太消极的性格 比如说孤僻啊 易怒啊 自卑啊等等 这些方面的这个特点 不要太过于明显 这个环节呢 只要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一般不会被HR刷掉 除非竞争特别激烈 HR需要刻意的去把控面试人数 这是我们说的HR面试 接下来呢 到了这个业务部门面试 这个环节 就是表现你专业性的时候 这个环节是三场面试当中 最重要的 因为直属的部门领导 对这个面试有一票否决权 也就是说你进来之后 直接归他管理 他不喜欢你 他不要你 那你就进不来 他有最大的发言权 当然如果你上面有人就另说 这个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 业务部门的领导会在乎你的专业水平 跟工作能力 所以你应该把专业术语啊等等 留在这个环节去讲 要对业内的事情 有自己的专业见解 这个需要你在面试之前做好准备 然后呢 去发表自己的看法 去跟领导去请教 就是现在的这个业内的最新情况等等 但是切记不懂装懂 搬门弄斧 因为他是你的领导 他懂的肯定比你多 他知道的一般也比你多 所以你不懂 你不要怕 你就直接承认 然后表现出学习的态度 跟向他请教的那种主动性就好了 所以说领导也没有说期待 招一个人跟他一样水平 对吧 他是愿意带你 愿意去教你的 只要你肯钻研 除了发表见解之外呢 还可以说说自己以前 在工作当中的表现 做项目的方式 对吧 做的好的项目 去讲讲自己为什么做的好 做的不好的项目呢 可以说自己的改进空间 在哪里 突出自己的潜力 那这个环节的减分项 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理解 这个领导 他说的一些专业的话 你们俩的沟通 如果不在一个层面上的话 那么这个领导 肯定会放弃你的 因为他对专业性 是有要求的 这是第一个减分项 第二呢 就是你没有表现出 自己在工作当中的 进步跟学习能力 因为领导招你过来 一般情况下 他都有预期 是需要待待你的 不管你是一个工作了几年的人 因为到他们公司来 肯定是有一些 现在东西要适应 所以如果你没有表现出 自己那种进步 跟学习的能力的话 那么他也会 要慎重考虑你了 还有就任何企业 都没有办法 容忍的一点 瞎编工作经历 可能这个瞎编 在HR那还能过关 可是很容易 被这个部门领导看穿 因为他太了解 你们的工作了 他太了解 你们的工作内容 跟整个工作的状况了 所以说千万不要去 瞎编工作经历 这是我们说 业务部门领导的面试 那接下来呢 很有可能啊 如果公司的规模 不够大的话 会有这个公司 负责人的面试 这个阶段 一般也不会怎么刷人了 因为你的这个部门领导 已经面过你了 用人的也是他 所以他同意的话 一般大领导 不会有太多的 这个意见 除非是他手头有两个 摇摆不定 然后给大领导面一下 然后大领导呢 就从中选一个 跟自己的价值观 跟公司的价值观 更符合的 其实这个环节 大多数情况下 是一个确认环节 所以在这个环节呢 最重要的就是 你千万不要展露出 过于明显的缺点 就好了 就是求稳为主 对吧 公司负责人 一般关注的 就是公司的战略方向 文化氛围 所以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 透露你的能力 然后体现大局观 清楚自己的定位 就可以了 当然也有一种情况是 业务的部门领导 觉得你OK 然后把你推荐给了 这个大领导 结果大领导把你刷了 其实很有可能 不是你的原因 而是这个大领导 根本就不想 给这个业务领导招人 或者对他不爽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被刷了 反而是好事 就是这是我们跟大家讲说 这个大领导 面试当中的要点 在这个环节的减分点 也很清楚了 就是没有大局观 把所有的功劳 都归于自己 这是大领导 特别讨厌的地方 以上呢 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 各轮面试当中的重点 我们最后呢 要提醒大家 在面试当中的一些大忌 比如说第一个 就是第一印象不好 面试时候的 第一印象的重要性 可能超过了 你后面所有的表现 之前哈佛大学 做过实验 就是说让一群志愿者 去看一个 15秒的面试视频 然后给这个面试者打分 他们打分的结果 跟真实场景下 15到20分钟 面试的结果 是非常接近的 也就是说 前15秒的感觉 几乎就决定了 后面的面试结果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给别人 留下的第一印象 第二呢 就是说回答问题的时候 没有框架跟逻辑 这个也是面试当中 最忌讳的地方 在这儿呢 我们建议大家 用那个STAR方式 和数据来回答问题 STAR 大家还记得吗 背景 任务 行动 结果 要很有逻辑 很有顺序的 把自己要说的话 说明白 再有就是运用数据 还运用数据的话 会让人觉得 你很有说服力 然后你的逻辑思维能力 好像很强的样子 这是我们说的 第二个需要忌讳的点 就是回答混乱 逻辑不强 第三呢 就是不要抱着 学习的目的来应聘 学习是你的加分点 那学习不是你的目的 你来到人家公司 是要拿钱的 对吧 是要拿工资的 所以你应该给出一个 对应的价值才可以 这样你的大领导 你的业务领导 然后你的HR才会觉得 你来到这个公司 是非常值得的 他们注重你的学习能力 是希望你将来能够成长 是做得更好 他们并不想成为你的学校 就是好多人在面试的时候 尤其在非你莫属 他们喜欢说 我到你们公司 我希望可以学习更多的东西 百分之百的领导 是不喜欢听到这句话的 每次这个选手 一旦说这些话 涂磊就会怼他说 那你给人家付钱了吗 你来人家这儿学习 对吧 然后你应该付学费呀 你出去培训 对吧 你还要给人家 培训公司学费 你到人公司 学这么两三年 你不给学费吗 所以企业付你钱 不是为了让你成长 而是希望 你能够给企业带来价值 所以千万不要一味的说 我来到这儿的目的 就是学习 还有在蔑视当中 需要计会的第四点 叫做第四前公司 其实我自己也吃过 这方面教训了 就一般情况下 这个候选人 如果就是 一直都在第四前公司的话 这个人基本上 就可以pass了 这样的人是很要命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 将来你到了我们公司 会不会留下 那如果你离开 我们公司之后 是不是也会说 我们的坏话 因为公司的一部分口碑 是由离职的员工塑造的 就他出去之后 可能十年二十年 一直都在到处说你坏话 你也受不了的 所以说如果 当你在蔑视当中 开始第四前公司的时候 你要去提醒自己说 继续说下去 你的offer就没了 这是面试当中的大忌 当然也有一些 去博得面试官 好感的小技巧 再跟大家分享几个 第一呢 就是面试前跟结束后 给面试官和HR发信息 模板如下 面试前发信息的模板 谁谁你好 我会尽早在某点之前 来面试的 对吧 还有几分钟到 然后面试完了之后 我回到家了 我感觉很棒 不管结果如何 谢谢你 这样的话就很加分 第二个加分点呢 就是按照公司的风格 进行着装 每个公司都有 不同的着装风格 如果你穿的 跟公司不一样 你去面试的时候 就会显得格格不入 那么面试官 看到你的第一眼 就会觉得 你跟我们公司是不搭的 金融行业穿的比较正式 IT公司就比较随意 其他公司呢 可以考虑 这个商务休闲的风格 还有第三个加分点 面试过程当中 表情柔和 语气肯定 适当的眼神接触 不要过多的肢体 跟手势动作 这些呢 就是比较细致的点了 就这些点呢 大家可能会 根本就注意不到 就你不知道 你说话的语气是怎么样 你也不知道 你当时的眼神 接触了没有 这些都是你的 下意识动作 所以必须要通过 刻意的注意 才能够调整 尤其是语气这方面 一面试 就发现对方说话 根本就不肯定 对吧 也不知道 自己做的怎么样 然后呢 也不敢肯定 自己将来要做什么 那这样的话 就是面试官 会对你印象很差的 所以这个部分 大家也要 多多注意一下 以上呢 就是关于面试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节课程 总结一下 第一呢 面试之前 一定要做好准备 包括了解公司岗位 了解自己跟岗位的匹配度 事前进行模拟面试 第二呢 就是在整个局面的过程当中 注重团队合作 找到自己的角色 讨论过程友好 且重点突出 第三 单面的时候 不同的面试官 侧重点不一样 其中最重要的是 业务部门的面试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 希望对你有帮助